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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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 台北市议员徐巧新今天终于出现了 他在台北市议会开始直询了 不过针对周玉寇小姐指控他为了一张网站 把分局长叫来办公室讨骂这个事情 他依然没有回应 那不只是这样 在网路上他的声链 几乎要追上陈时中 他很清 但是大家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感 那为什么会这么有感 为什么他这个不出来道歉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讨论 那么另外是这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承 你看今天国民党在这个搞罗秉承 你觉得那样的质疑 大家接受吗 这是在讲为徐巧新开脱吗 说这个国民党有特权 民进党也有 可是这样人民会接受吗 这个今天柯文哲 对王毕胜说 王毕胜小咖 他不是行家 他的学术也不是专家 而且他说 这个会死的 现在都还没死 那么他也说 如果听他的话 五天内投药的话 那么可以免死几百个人 那针对这个大型接种 这个打疫苗的这个接种站 他认为自由广场那个接种站 明天就能收起来 因为效率不张 那今天我们要来这一个讨论 那么另外呢 是这个恩恩的爸爸 他希望不要用驾 他要直接去拿 但是新白痴就是他要驾 已经驾出来了 他拿不到 拿不到呢 而且他拿不到真正的录音党 为什么 到底中间有什么样的猫腻 这个他打给台北市的 新北市的这个副局长 全部都语音信箱 为什么他不要讲 那另外是这个今天 俄乌战争 美国决定提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那俄国威胁说 那就有第三个国家会这个参战 那他的发展 我们今天也要来讨论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董的立委 刘兆豪 刘委员 黄一哥好 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士兵范老师 黄一哥好 大家好 以及知识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 前青年部的副主任张维元 黄一哥好 大家好 以及知识媒体人康仁俊 黄一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民进党的 台北市议员简苏培 黄一哥好 大家好 那么待会儿 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 以及前驻美政治组的组长 赵宜翔也都会加入 那么首先今天 这个因为我们有邀 徐晓鑫议员来上节目 但是呢 他说他没有空 那么但是他说 他这个从来不曾 把这些警方的人 叫到他办公室这样子 这个骂 来我们来看Visio 那违规在先是我吗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想听违规停车正义 直写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二号现身议会市政总质询 态度低调许多 不过从五月十九号事件爆发 到二十七号公布密录期画面 整整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过程引发其他议员之一 公开脸书贴文说 警方说如果公开这个影片 会涉及园警独职问题 恐怕该园警升迁无望 我想请教一下警察局长 跟信一芬局长 有没有跟徐议员说过这样的话 我没有讲 我没有讲 针对第一时间没公开 密录起影片的原因 徐晓鑫和警方说法都不笼 而二十七号公布影片 究竟是如同徐晓鑫 脸书发文所说 向警方正式申请 还是警方主动释出 同样成了咨询焦点 五月二十七号的时候呢 你们准备要公布影片之前 那个徐议员的脸书上面讲说 他正式向警方申请公布 请问局长是这样吗 是由我自电徐议员 告知我们要公布 他没有要求你要公布 他没有这个申请动作 分局没有接到 在五月十九号的时候 就第一次希望说可以公开 后面就一直到了 我就是最后一天吧 然后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希望你们是不是可以 主动公开 那刚好双方面就 都有这个意思嘛 他就公开了 所以当时可能分局长 他在面对林亮君 议员的执行的时候 自己没有讲清楚 徐晓鑫态度转趋和缓 毕竟风波延烧昨日 可能让他意识到 及时停损重要性 我也没有打算在对外 有什么样的回应 那毕竟这件事情是 我违规停车不对再嫌 好那么今天徐晓鑫出现了 针对媒体人周玉寇小姐 在五月三十二的爆料说 徐晓鑫在某年某月 曾经为了一张华丹 把某分局长叫到办公室痛骂 他说我讲到这里为止 徐晓鑫你再给我混球下去 我就把你给撕了 你家姓劉的先生也在场 你要监视器吗 你也要证人吗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检议员 他今天对这个事情 有没有回应 今天刚好是徐晓鑫议员 在议会的总咨询 那我们每个议员咨询 市长大概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那我大约刚好那时间 在办公室完全没有听到 徐晓鑫议员针对这一件事情 或者是针对于信义分局这件事情 有任何的跟市长 或者是分局长来做讨论 不过我觉得周玉寇 这个媒体人 其实对徐晓鑫提出了 非常严重的指控 他说你曾经在某一个时间 把分局长叫到你的办公室 而且你针对的是交通违规的事情 一张华丹哦 对他有质疑 那这件事情如果是我 因为我不知道徐晓鑫议员 是怎么想的 如果是我 因为今天的总咨询 所有市府局处首长 全部都会到 包含台北市的 十四个分局的分局长 也全部都会到 如果是我 我会借此要求 十四个分局的分局长 全部上台 我会自侵 我要请每一个分局长 告诉大家 我是不是有在某一天 某一个时间 把你叫到我办公室 来针对罚单的事情 或者是针对交通违规的事情 对你有过任何的质疑 或者甚至语气比较恶劣的对 我会自情 对 但很遗憾的是 我在今天的这个质询里面 完全没有看到 徐晓鑫都这个避而不谈 甚至包含最最 现在大家对他最大的质疑 包含周一扣 扣姐讲的这个罚单的事情 骂分局长这件事情 他没有讨论 甚至包含林亮君议员讲的 这个密录器 五月十九号违规的这个密录器的公布 到底徐晓鑫有没有申请 到底需不需要当事人同意 这一件事情 徐晓鑫也完全没有讨论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自清的机会 你没有任何的打扰 你叫分局长 如果分局长在第一时间 跟林亮君议员答询答错了 你总是可以让你自己的咨询时间 让出来 跟分局长好好讲 让分局长跟你之间所有的对话 你讲给大家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自清的机会 你觉得徐晓鑫的个性 是不是一个会呛的人 这有一个逻辑的问题 这个逻辑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没做 我一定把他抢回去 是啊 因为这刚才说形象应用太大 如果是你不把他抢回去 你就是默认 但是你如果是默认 很可怕 徐晓鑫可能为一张划单 然后把分局长叫来痛骂 这个事情是一个形象清新 年纪这么轻 第一任的议员敢做的事情 不过郑大哥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跟徐晓鑫议员的风格不太一样 五月十九号这一张的违规 被爆料出来之后 后来周玉寇扣解 质询 质疑他之后 他连续发了六篇的文 在骂周玉寇 对不对 那在五月三十号的时候 周玉寇扣解 提出这个质疑 顺时间徐晓鑫就销声匿迹了 完全没有讲 包含今天到了质询 完全没有借由这个时间帮自己自清 尤其今年选举 大家都知道徐晓鑫在五月二十七号晚上十点 把这个信义分局把他那个微庭的影片公布之后 他的网路声量是瞬间报告 超级高 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比他高 所以你知道那个民怨是非常非常大的 薛晓鑫也没有 也没有像这个连续发六篇文章 为自己说话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不符合常态 那我请教劉委员 因为你也是立法委员 如果有人这样给你指控 你为了一段网站 把部長叫来办公室痛骂 你会接受吗 我们对于我们完全没有做过的 这样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会严重形象的事情 我们是全力来捍卫自己的民意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刚苏培讲 或邓大哥所讲的 其实在议会 特别是今天总咨询 应该把所有的分局长 我们一个一个问 说我有沒有像媒体所讲的 这样子的为了一张发单 叫你到我的研究室里面 然后就用羞辱的话语 或为何的话语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自清 最好的一个机会 特别是其实现在对政治人物 你衡量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有人讲说 你能力好或能力不好 态度好或态度不好 其实这个有点主观 大家坦白讲 这个还可以各说各话 但是如果指责一个民意代表 他滥用特权 这件事情是现在的民众 非常反感的一件事情 我再请教你 周玉寇如果他没有相当的对这些人了解的话 因为这个对当事人讲对徐小新来讲 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这个对他来讲 他是会周玉寇是会冒一个相当的司法风险 如果说完全没有经过一个一个消息的确认的话 他对我对他我想对他讲是一个释放 所以当然我们常理又推断 他应该有一个他认为是他的过去的还有现在的经验判断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 所以他才敢这样在某年某月某日 而且还有具体的说 如果这样的推断 其实他是累犯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对徐小新来他还那么年轻 长久以来我必须讲虽然不同政党 但是他一般给人的印象 我相信单印的部分还是一些选民 对他的问证还是有一定的肯定 但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他应该要掌握这个时机 应该 其实他自信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因为在分区党 全台北市 季节目消解人数说周一寇亂讲 全台北的分区党没有多少个 其实要要来自清这件事情 不见得那么难 你怎么看 这个巧新在过去几项 跟他有涉及到争议的部分 事实上他的态度 诚如刚刚这个这个 典议员 对典议员所说 蘇培说的 就说他确实很强硬 我让大家回忆一下 当时他跟周一寇在一开始 为了有没有违停消单的这件事情 甚至密入器有没有被变造 或剪接的时候 巧新是怎么说的 他说如果有 他就退出政坛 如果没有要周一寇退出媒体界 对 那这件事情 其实你会看到周一寇 他也去告网友对不对 对 那告网友为什么不告周一寇 所以他非常捍卫他的清白 或者要维护他的权益 甚至更讲白一点 他不希望他自己有被留下这样一个污点 所以当今天周一寇又再去指称说 因为周一寇其实用了非常清楚的字眼 他说你不是只是在一般的这个 你是为了第一个一张罚单 第二个你去找他来办公室的 那个过程当中 我想大家已经很清楚知道 最后其实指控他说 他不是不是一个光明正大一个 咨询 那我讲实话 你如果真的有一件 你可以用书面的方式 你留下大家白纸记录 你今天为了公众的事项 那请他正式含附给你 你有一个证据说 我是为了什么样的东西 我来执行 所以我其实老是这样 我一直反对就是说你今天把这个 把人家叫去你的办公室 说清楚 你要说什么事情 你说清楚 如果有人公开讲 说康仁俊耍特权 在节目上公然公器适用 你会不会回应 当然要回应 当然要回应 因为这个会影响的是以后 大家对你的观感 你在执行这件事 而且其实我刚刚讲 第二件事情 其实大家对于徐晓芯的质疑 会回到了今天的这个处理的态度 也就在一开始那个画面 你说他的车停在那个红线上 讲说那个巷子又小 真后都没把台车停 只有你们家一台车停的那个 你出来头一句就说 不是要先劝打 那代表是你一开始就知道 这边是不能停车 但你也没停 所以民众对这件事情的观感 就来自于现在画面的这件事 你如果前后有一大堆车停 大家可能说大家都这样停 也没有 就像你们家认为说这条你可以停 所以你出来的时候 那个理直气壮会觉得说 有什么你要来找我麻烦 那个民众的观感其实反感来自于这里 后面在这项子的这个指控 反而晓芯的态度 反而让大家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要避谈 你是不是怕人家觉得说 你就是真的这样做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就坦然的面对 其实这件事情是五月十九号发生的 然后到五月三十号 刚刚讲之后遇寇说指控徐晓芯 把这个分局长交到他的研究室骂 贵了一张罚单 这大概有十天的时间 这十天的时间是互相炮火猛烈 徐晓芯是我很少数看到 敢跟周遇寇 直接这个鱼蚀网破 要嘛我退出政治圈 要嘛你退出 我给你这个PK 俄罗斯轮盘的 我给你玩那么大 我有少看到 而且不甘示弱 他真的是这个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已经做好了 决一实弹的准备 拿自己的政治生命 跟周遇说对赌了 对呛了 但是到了五月三十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急转弯 就原本的 非常生气 忽然都不讲话了 这当然有问题 你过去的行事风格 而且我讲 我讲的是这件事情 特别是他敢跟周遇寇呛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怎么后来忽然转变了 那这一定有个 这个就是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这个诸宗 那一定是有一件事 让他觉得不想对战 那就是什么事 就是我觉得 就大概就是他觉得 是不是周遇寇有什么 掌握他什么把柄的资料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 徐晓芬是哪一年当选的 二零一八年 对 那个时候他是 所有台北市议员里面 最年轻的 不能说最年轻 跟另外一个 一样年轻 是林亮君 他们当选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二十八岁 这么年轻的市议员 他今天把这个分局 如果真的是这样 把分局长叫到 这个研究室骂 这跟我们一般对他的这个年龄 跟他的形象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分局长嘛 差不多五十回 对啊 这个当你爸爸都够了 一个二十几岁 然后把分局长 对 就是你的那个官威 怎么这么大 你的疗气 怎么这么足 感觉好像已经干了十年 可能干十年 十届议员 可能 那要做议长 可能可以 或者议长 稍微会这样子一点 那你这么年轻 又受了这个民主的教育 熏陶 怎么会干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从他这一次 这个密入戏的事情 就去想这个 他把这个分局长叫来 的这种 你会不会觉得很跳痛 如果以这个事情来看 我们会觉得 应该不算跳痛 因为这 他如果连那个警员 他就敢这样施压 那分局长他不放眼里 所以我觉得今天 这件事情 发生到目前为止 他忍处理 不处理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蛮怪的 的确就是巧欣 他从政这段期间以来 在社会上行走的 那个江湖上的印象 就是他很强悍 他的问政也非常的强势 那常常是得理不饶人 那他更多的特色是 他常常会理不直 但是气也还是很壮 因为他讲话的方式 他讲话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 那他在这个5月19号的这一段 这个事情当中 的确跟周一寇两个人 哇 骂来骂去 而且他也没有在客气 他骂周一寇也骂得超难听 还骂人家就是攻击人家的外形 还有年纪 对 还有年纪等等 所以看起来 那个战力仍然是很强的 那所以突然间收手 这个的确不太像他过去的风格 那对于一般的民意代表来说 其实最在意的就是 被人家指控 你有没有用你的政治权力 去进行施压 你有没有用你的政治权力 去进行官说 那现在周一寇指控你的 恐怕就是因为你是民意代表 所以你有你的政治权力 去施压警察局的分局长 那所以这个指控是严厉的 那如果真的没有这件事的话 按照巧新的刑事风格 过去的问证的强悍程度来说 他应该会回头痛骂周一寇 胡说八道 恶意栽赃 毁人轻欲 毁谤 污蔑 然后我们法院见 这个比较合乎他的一般的 形式风格 对比较是他的形式风格 可是都没有的时候就 难免会让人觉得说 那会不会真的有些什么 是不是这些施压的 官说的这些怀疑都有可能是真的 否则对于徐晓晓一个要选举的人来说 其实他声量越高 对他来说越有利 那我在519的时候 已经创造出这一波的声量 如果我继续捉对厮杀 我可以维持声量 他跟周一寇开干 其实他是有票 他是有利 他就对政治上面来说 他其实是有利的 然后选票其实都会集中到他那边 然后陈委员可能就会很紧张 同一个选区 对同一个选区 因为票都被人家吸干了 好那可是为什么要突然间收手 这个就比较奇怪 为什么你没有维持自己的优势 你如果是对于你的政治生命 是有帮助的话 你为什么不做 难免会起人疑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要厘清的话 徐晓晓还是终究得要出面 来说明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那如果不是施压 也不是官说的话 那你更可以大声的讲出来 对我有找这个分局长 可是我没有施压 我也没有官说 我们是在沟通哪一件事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 对外说清楚的 所以迟早 你还是得要把这个东西 去做公开 否则我觉得按照 周一寇的个性 他也不会 不会要跟你散发甘休 好 这个是五月二十号 当时是因为有个网友维克 他爆料 说维庭不给开单 这个时候是四万 因为后来才发现说 他是不是国小老师 然后远景说不认识 然后事后改口 因为远景起先也是说谎 所以有四万八千多笔 许巧新的声量来到这里 这个时候增加2.5倍 十二万三千多笔 是什么时候 五月二十八 为什么 密录器公布 密录器公布 讨论上这个是什么 是 我是许巧新 那我们回去讲 好 请教一下违远兄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这么有感 老实讲这个围庭 这个事情 其实一般人生活中 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大家一干 大家都知道 我说如果今天围庭 被警察结局的话 老实讲一般人的反应都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跟我看一走 当然有些人会去争论 争论的人也有 但是问题是今天 因为许巧新 他是一个民意代表的身份 他争论自然的 然后会对远景造成压力 所以还会造成那么大的讨论 但老实讲 大家去看一下 为什么许巧新这几天 比较安静 老实讲我还没特别发现 后来发他脸书 大概四五天没有更新 那老实讲 他在地方跟苏安静 民众拜票的时候 其实民众的反应 是针对这个事情 他很多民众是不以为来 就是对许巧新的表现 不以为来 真的吗 蓝营的吗 我觉得主要 但我不知道他背景 我不知道他蓝营还是绿营 但是因为其实这个 他们会讨论吗 其实会讨论 会主动跟我讲 那我的意思是指说 他们跟你讲什么 他们就是觉得说 许巧新这个 其实围庭的事情 那不应该就是太 太多的去解释 或甚至跟 周遇寇去对 他们觉得其实就是 围庭就是事实 那我的感觉是 其实伤害 对他伤害已经造成了 这也导致说 为什么我觉得 他最近比较安静 因为他也知道 其实伤害造成了 所以他现在也正在 去设他的停损点 对 那面对这样停损点 其实他很红 但我觉得这次有个 对他的硬伤嗜好 本身这件事情 基本上你围庭已经是错的 那当然后后面远警的处理 警察去处理 有一些不妥 但问题是你已经是错人在线的时候 其实你讲什么东西 在对一般人来说 感觉好像都不太对 所以导致他后来也发现说 即便他拉高身背 去指责警察局 然后跟周遇寇这样子 互相的唇槍舌战 但发现其实他的身杖 虽然起来了 但可能真负面各半 那的确在回到选区的时候 很多其实支持他的人 也是觉得说 很好 他这样做很好 就是要这个捍卫这样 就是要硬起来这样子 但问题是回到这件事情本身 我觉得他发现还是错的 所以我觉得他最近安静 也是这个原因 那你如果周遇寇这样指控你 说你把分局长叫来 为了一张罚单把人家痛骂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澄清 会不会反驳 我觉得一般人 如果你被污蔑抹黑的话 是会反驳的 我刚刚也在想这问题 因为老实讲 他的个性应该是会跳出来 去说去澄清或者是表示自己清白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连串的 他就是我觉得他不想要让这个事情继续延烧 但是不继续延烧 怎么会 怎么会 这个如果他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如果人家污蔑他 他要反抗反控 没有你最终还是一开始本身 一开始就是做错事之后 你很难最后把他倒在哪 你要把他转引焦点 到最后还是大家说 你就是为庭 那请教一下简介员 你你现在是第几届 第二届 第二届 也基礁比他资深吧 多一届 你有把議員叫 你有把文教長叫来 我为 当然一定会为了有某一些市政 把分局长叫来讨论 有时候也因为某一些这个政策 大家看得不一致会担心 但是我不能为自己的 王冬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我觉得不拼 議員也不应该做到这样 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 这个晓星没有为了这一件事情 为了周玉寇质疑他的这一件事情 去做澄清 其实我觉得对他真的很不利 因为这个影片公布 密錄器公布之后 大家讨论 第一个就是我是徐晓星 最多是我是徐晓星 第二个更多的就是说再回去讲 对不对 但如果你不把这一件周玉寇质疑你的这一件事情 把它讲清楚或者自清清楚 人家就会说原来你五月十九号讲了再回去讲 就是要把分析叫来你的办公室质嘛 对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徐晓星自己说 他说我说的再回去讲是我再回去查清楚 他说的 他对媒体讲的是说 我在密錄器里面讲的再回去讲清楚 是讲这一件事情 可是你对于周玉寇对你的质疑 你完全不敢讲 人家会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嘛 原来你再回去讲 就是有一件事情 曾经在过去发生的 就是你把分析中叫来你的办公室好好讲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 晓星是想要这个弄一个零损点 还是真的这一件事情 也许周玉寇扣解 其实握有相关的资料 然后他自己也会怕 我觉得我要是徐晓星的话 我会赶快出来讲清楚 因为真的直写点 是要把这件事情要澄清清楚 另外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柯文哲这么爱声量的人 徐晓星这件事情声量这么高 如果他帮他平反了 或者是帮他讲话成功了 会再创一波声量 可是今天完全没有 好 那么这个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特别在六都设了七个 儿童疫苗的这个接种站 那么可是呢 在自由广场这个接种站 昨天只接种了369个人 惨淡啦 明天就收 明天就收 今天六一号 今天六一二号 而且他说浪费医疗能力 所以医护都很不爽 不舒服你先干嘛 我没跟你说啦 那这个情形到底怎么样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这广告 为了协助这个儿童赶快 施打疫苗 所以呢 中央在六都开设了七个 在昨天已经开设五个 今天再加两个 总共七个 那今天打的这个反应到底怎么样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Omicron的疫情致死率 每百万人是0.2 太早统计 会死人还没死人 我觉得会死人都还没出现 日光兰疫死亡率 台北市要科文哲再度与出金人 针对中央社区的大型儿童疫苗 接种站再度批评 今天明天就收起来了 不要再弄了 我们那个时辰都排好了 不在学校打掉 要中央接种站干脆收掉 跟自豪北市和校园配合 运作得宜 不过议员爆料 台北市长科文哲要求 6月3号以前 完成儿童疫苗在校接种 安排的校园场地没冷气 导致穿着兔宝宝装的医护 纷纷中暑 只为了赶在6月3号前 完成科市长KPI 沦为打针机器 甚至有北市高中 外的英语6月的5号复课 还紧急开设疫苗接种 时段甚至安排到 晚上6点到9点 科市长下令说 要在6月3号之前 把这些校园的疫苗都施打完毕 所以确实有一些学校 他原来是安排在后面 然后就往前提前了 所以既然提前 他就一定需要 更多的人力来支援 针对大型接种站的必要性 黄碧胜发文强调 6都7个儿童疫苗大型施打站 1号有5个站开始服务 总共接种了 5,328个小朋友 7站服务量上坛万人 目前各站回报进行顺利 方便的都是市民 透过中央地方合作 做到完善 才是人民之福 更写到真的有在做事的人 不会不懂 虽然安排儿童接种 防疫作为引发质疑 随着北台湾疫情有趋缓现象 柯文哲再度预言加上升 我认为他的历史会比较高 还是要出于医院的调度 医院的调度 台北的医院调度比较容易 中南部的比较困难 靠谱我们的位置 距离跟医疗的资源 对 我们比较集中 疫情当前 儿童接种安排 与一次杠上中央 柯市长发言 这对高雄黑数预言 恐怕再者争议 好 那么 昨天在自由广场 说接种人数 只有369个人 远不如中央的预期 所以呢 柯文哲说 今天就收起来 不要再弄了 那另外呢 他还讲医护 老实说很不舒服 因为浪费人力 所以不爽在心里 我想请教一下 苏培 是 你有去看第一现场吗 中正纪念堂 没有去过 另外花博的接种站之前 我有去过 对 那 不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的 这个是柯文哲 今天在 打寻国民党议员的时候 讲的 那国民党议员 用了今天中午 的中正纪念堂 接种站 只有两个人 在那边等 他就说 没效啊 都没有人啊 我们那么多的 医护人员 全部只为了 这两个人服务 我觉得柯文哲 柯市长 真的是很不应该 因为那个时间点 是中午十二点半 有很多的爸爸妈妈 可能是休息时间 所以小孩就没那个时间 打去 带去打疫苗 那你怎么可以用 一个时间点的 一张照片 去否定了 他的施打功能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今天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 昨天打的 昨天打的 跟今天的到中午的服务量 自由广场总共 打了六百二十二个人 今天是不是 对 然后新北市打了一千多 桃园两个站 也各有一千多 台中打了两千多 台南的资料 大概九百多 高雄也是两千多 这是到几点 这是到中午 中午就这么多 是 可是今天整个 北戎的预约量 总共有三百一十四 那现场再去排队的 预估可能会到四百到五百人 我要跟市长讲 如果今天没有中正纪念堂 请你告诉我 这四五百个人 去哪里打 你有另外的地点给他打吗 没有啊 那小孩的防疫怎么办 再来 你说明天就要把他关掉 明天是端午节 端午节休息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都是预约在明天 明天预约了多少人 七百九十八人 光现在的预约量就七百九十八人 如果如柯文哲所说的 中正纪念堂就把他搜掉 明天将近七 将近八百个人 就没有地方可以打 你柯文哲你台北市拿一个地点 可以让他打 他没有打 他会去哪里打 他就跑到新北市 跑到桃园 跑到高雄 跑到屏东 这就是台北市民的悲哀 所以中央愿意帮忙设一个接种站 来服务我们的台北市民 为什么国民党的议员 配合这个柯文哲柯市长 要这样修理 他修理的不是中央 他是修理污辱我们所有台北市 要带小朋友去打的这些家长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可恶 我想请教方老师 他说 他说其实白龙心来很不错 那我们怎么知道 北龙到底心里爽不爽 其实有一位朋友 他就是在里面的工作人员 他有传他们的照片 他们在医院前面 大家比的是一个加油的姿势 他们在北龙前面 他们要搭乘游览车 比赞比加油 我的了解是他们士气高昂 他们非常以参加这次的 这个为小朋友打疫苗为荣 所以我不晓得柯文哲是 他的资料哪里来 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医护不爽在心里 我觉得这是对北龙 医护人员的一个很大的耻辱 你侮辱人家 人家其实是充满了奉献的心 为台北市小朋友奉献自己的心力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说 他们不爽 然后那个书惠还说 王毕胜是脱裤子放屁 累死医护 我们今天是分担 因为他是用私立联衣去校园打 每个校园去打 我们今天是透过中央的力量 分担你私立联衣的 这个医疗的负担 或者这个疫苗的负担 这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柯文哲他说 哎呀什么人力要节省使用 你不是 你只是台北市的 这个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你不是陈时中 还是你很想当陈时中 你把你台北市的 联衣的这个人力弄好就好了 你管到那个北龙去干什么 所以我今天如果真的是有造成负担 那是北龙的问题 那是陈时中的问题 那是卫福部的问题 不干你 你超那么大的心干嘛 跟你 你管你是住海边吗 管那么远 所以我真的觉得 没有必要在地方做政治的炒作 我觉得柯市长应该要多一点安静 也多一点同理心 想看看对父母亲来讲 中央打跟地方打 他都不关心 他重 他关心的是 可不可以让他孩子提早打 早一点打到 所以中央打跟地方打 坦白讲都是政府 所以如果柯文哲市长 如果站在家长立场 来看待这件事 就是我们刚刚影片所看到的 他说他家长反应 他说这样很快就打到 很好啊 这个时候速度也很重要 方便 然后其实这是多一个选择 中央也没有否定说 你现在安排 你台北市政府的安排 但是他多一个让家长的选择 才可以在这个 比较大型集中的地方打 而且要提高我们儿童的施打率 也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说柯文哲市长 为什么这么这么生气 而且特别是他自己不想做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目的 他负面看待的事情 不要把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拉近 你自己做不到 别人说人家心里不爽 我觉得我看到 就跟范老师所讲的 我们看到医护人员真的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看到的 几乎他们都是非常慎重的 看待自己的工作 他不会用不爽 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所以柯文哲市长 你可能有其他的政治上的考量 或其他的 你可能心里面真的很不爽 但是你的不爽 你应该说你自己不爽 不要把这些医护人员扯进来 好 来 看一看 柯文哲今天又说 他说五月十一 他就说了 他说当时他说快筛养就给药 但是陈时中两天后回击 你病急乱投医 那发生副作用 谁要扶着 柯文哲今天说 说行家就知道我在讲的意思 那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汪志斌 就问他说 行家有没有包括王碧胜 卫福部衣服会的执行长 柯文哲说 他不算行家 他学术不是专家 王志平又问他 那行家有没有包括李炳颖 柯文哲说 行家有包括李炳颖 但是王碧胜不算行家 王志平问说 王碧胜算小咖 柯文哲说小咖 对他小咖 他学术不是专家 王志平再质疑 那为什么每天跟王碧胜通电话 聊个屁啊 接下来 王志平说 从五月十一到五月二十六 总共六百七十五个人染疫死亡 如果照柯文哲说的 五天内就投药 依据临床经验 可以少掉八成的死亡 等于五百四十的人免死 柯文哲 点头后说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他是说 如果听我的可以五百五百四十个人 不用死呢 请教一下 任俊你怎么看 台北市整体的防疫的状况跟成果 其实是可以被公开讨论的 如果台北市很多都是专家 像柯文哲讲 他是专家 那怎么之前会有北融的事件 怎么会有疫情 没有办法去控制 有一度 大家认为说可能很担心 没办法控制 然后希望中央能够出手帮忙 当时候站在身边的柯文哲身边 我记得王碧胜也站在旁边 那个时候怎么柯文哲没有说 你不是专家 你没自家站在我旁边 所以我觉得民众在这些所谓防疫的 这件事情上 老实讲 当地方不断的开始去批评说 中央这些人也不是 而且我老实讲用什么 不是专家不够资格 小咖 或什么大小咖 这种东西 对民众来讲 其实那个观感非常非常的负面 我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 我小朋友就在台北市念高中 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儿童疫苗 施打的这些事情 或者是那其实很多家长的想法 其实都跟我一样 当你北市要求跟规定说 我在哪一个时间点 由学生统一去打的时候 其实有些家长其实有困难的 我就没法做 所以才需要这种大型接种站 就我去随时随打 对民众来说 你有多少的地方可以提供 我随时可以去 我跟你说 我没有你自己放地放到中央 你觉得会有一个民众 特别跑到一个接种站去 现在会问不好意思 你是中央开的 还是你是北市府 你如果是北市府 我决定要去中央 没有这种人 因为对他来讲能够施打 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你会发现到 就是北市府一直在这件事情上去增值 说你看你就是浪费资源 你就是怎么样 我说实话 我们用一个东西 公共政策这件事情 没有人用KPI做比较 什么有做KPI你知道吗 譬如说对于偏乡地区的交通 没人说你一天只有五个人坐 不要我告诉你说公车不能走 没有这种事情 没差油 因为他就是一个公共政策的实施 尤其这个公共政策 如果这样你什么都不用挣加油站 可能假日有人要去 我就讲就是说这种东西 对于公共政策 尤其在这种所谓公位上面 跟疫情防疫上面 没有人说我投注五个人 所以我可能来这边 可能没几个人 所以我就把这个测掉 你们几个有问题 你自己去找某个地方 没有用这种方式 你跟我说 柯文哲很过分 为什么很过分 你会记得吗 他说快筛养就给药 好 起先他有讲这个 后来他有修正 他修正什么 他说还是听专家的意见 大家讨论以后再决定 他有这样说 现在又批起来 现在又说两个都没听话 多四五百四十个 你当时你有修正 方老师 为什么李秉宇是大咖 王必胜是小咖 为什么李秉宇是专家 王必胜不是专家 因为他说李秉宇是台大医学系的学长 因为他是台大医学系 而且他是第一名毕业 然后你王必胜只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 跟我们台大不能比 所以一个是专家 一个不是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有非常深的那种 台大医学系的情节 我觉得官僚的那种心态 封建的心态 我必须要讲李秉宇是台大医学系毕业的 他也没有说你们不是台大医学系 你们都不是专家 你们都是小咖的 没有啊 人家都很谦逊啊 就只有他一个人 就叫门凤里喬人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重考才考上 所以他特别特别珍惜 他那个珍惜他那个考进去 可是所以他他瞧不起阳明 你知道吗 我必须要讲 当年二十 因为我们一般是十八岁考大学 他第一次考上阳明 他重考他考上应该是十九二十岁 你考進去的时候 沒錯 你很光荣 你那个光荣的嗓味期也太久了吧 都已经四十多年了 你还在以當初考進臺大沾沾自喜 还在瞧不起阳明 還在瞧不起北医 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你撕到了有什么资格在這邊逼我 那根本不在他的眼睛裡面 那不在他的眼睛范围內 不知道跑哪去了 所以我真的必须要講 就是說沒有必要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 每一個醫生他們都是偉大的 他們只要願意付出 不管他什麼學校畢業 他在臺灣就是被大家追求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這種心態 真的是不需要如此 我覺得太惡劣了 就是說我覺得他的這些 李明遠是我的學長 臺大醫學系第一名畢業 所以擁有一定的實力 特別強調一下第一名的 他才站在眼中 而且是臺大醫學系 可是我覺得他連臺大的也都罵 他也曾經罵過說奇怪勒 站在陳時中旁邊 那些人也都是我的同事 也都是我的同學 意思就是你們怎麼會去選擇 站在他旁邊 你們簡直就是沒有專業 怎麼沒有來站在我旁邊 那種意思 就算是臺大也會被他瞧不起 我覺得柯文哲就是 一切都用政治聲量來做為考量 他如果今天沒有聲音 他如果今天不要韓後中央 他就不會有聲量 他只有韓後中央 他才會能夠創造出大的聲量 所以什麼話難聽 他就挑什麼樣的話 罵自由廣場的小朋友施打疫苗戰 中央不管是在地點的選擇 在人力的提供 在疫苗的撥補 沒有一件事情用到台北市 甘你差事 根本不甘你的事 你憑什麼對人家指三道事 因為就是兩條直接平行的線 他走這邊 他走這邊 沒有用到你的資源 然後你說 這個打得不好 明天要關 不是你開的 你給人家關掉 根本就不是你的權責範圍之內 你憑什麼去關人家 而且我訪問王必勝 王必勝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 他說他們的想法是 一開始也沒有認為說 會來排山倒海的人來 只是因為他們指揮中心 真的接到非常多家長 希望可以快一點打 早一點打 因為有些人就要排到 六月十五號才去打 可是那個時候就已經要開學了 他們希望小朋友 至少你先打完之後 因為還有十四天 你才會有抗體 是不是可以讓他 起碼有一點點的時間 讓他身體產生一些抗體之後 你再去學校裡面 然後你再去做過這個群聚的 這個學生生活 所以急嘛 那所以中央開這個 就是在人口稠密的六六度 能服務多少 就服務多少 服務一個 也會讓一個家庭安心 他們想法是這個樣子 結果被你貶疫成這樣 效率不好明天給他關掉 然後罵人家是小趴 如果老早聽你講 什麼這個快篩養等 就是等同確診就要給藥 說起來 吃死幾個吃死很多人 不是 事情不可能出來 而且柯文哲自己也確診 他有馬上吃嗎 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他完全在炒聲量 結果他今天有議員問他 他又繼續在操弄 另外我要給大家看一件事情 這是民眾跟我反應的 為什麼臺北 為什麼中央會收到臺北市 這麼多的家長 在講說打疫苗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莫德納 給兒童打的六到十一歲 其實是從五月初就開始實施 這五月十號的時候 有民眾就說 議員你可以幫我問一下嗎 為什麼臺北市六到十一歲的莫德納 接種好像圓到月底 因為我的孩子在木柵國小 本來已經填了同意書 這個禮拜要打 結果學校一直沒有通知 學校說要圓到五月二十六號 我的朋友在石牌國小 本來是昨天要打 也延到月底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打 因為學 因為這個臺北市政府說 因為有這個 而且其他縣市 他也說其他縣市 其實五月二號就開始打了 那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說 要十三週也才能夠再打第二劑 為什麼要一直延堂 臺北市政府剛剛講說 因為能力不足 因為能力不足 人家幫忙你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王必勝中央有沒有接到臺北市家長的訊息 有 你打不足 然後你現在說莫德納都抽單 莫德納有抽單嗎 家長原本要打的是你們一直往後延 然後你們跟家長講的是說我的人力不足 那現在中央北榮來幫忙了 你還在佔學歷 這真的很中二 也只有現在在考試的人在比學歷吧 我覺得六都市長裡面 也有民進黨 國民黨還有民眾黨 大家看一下 就這麼激烈的反應 而且用負面的這樣 這樣的言語來形容這件事情 就只有柯文哲 那我覺得每打一個 每多一個人接種 其實就對這個疫情有所幫助 那柯文哲其實他容不下這樣的事情 不過我常常就覺得我滿慶幸的 其實柯文哲他這樣講 他每次用這種這樣的形容方式 就要他要凸顯就是說 如果他來當指揮官的話 一定會更好 他就當指揮官聽他的這些人 這個會怎樣 那個會怎樣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民眾 包括我自己那裡都非常的慶幸 柯文哲不是我們的防疫指揮官 大家想看看今天每每天兩點 我們都要見面的陳時東部長 如果換人是柯文哲的話 你有辦法接受一個指揮官 每天兩點的時候 他是在數落別人 他說這個不行 這個小咖 這個大咖 這個小咖 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接受一個 不會去珍惜別人的付出 然後只會用這樣負面的方法 去做形容的一個指揮官 我相信是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的 是 好 待會兒我們再討論 好 夭壽的真的語不驚人 死不休 他說今天又說 他說他覺得會死的人都還沒出現 會死的都還沒死 夭壽 到底是要死多少人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